大家好我是Eason 今天的球鞋开箱呢 我们不只要来开箱球鞋 我们更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将台湾的流行文化带到全世界的悬货店 Invincible 在这几年呢 球鞋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联名 那其实讲到联名呢 球鞋品牌 球鞋很常跟一些当地的球鞋店铺 或者是选货店做联名 譬如说像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就像日本的Atmos 或者是像美国的KISS 那其实在台湾也有这么一间的时尚民所 常常跟球鞋做联名 那就是Invincible 它其实曾经跟过 Adidas New Balance Converse 跟Rebar等品牌做联名 那大家也知道这样的联名 因为它可能 有时候会有一些地区性的要素因素 所以呢其实 Invincible 跟这些牌子合作的鞋款 其实 不只我们自己台湾人想要 甚至其实像外国人 也常常想要收这些联名的鞋款 那其实在不久之前 Invincible 才跟 New Balance 做联名 那他们采用的就是这双 ML 574 那大家都知道啦 574就是 我们俗称的NB入门款 因为它呢 鞋型非常简单 那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可能小时候 学生时代 我们也穿574 可能我现在出社会了 我也穿574 甚至我将来当爸妈妈妈 再老一点了 我也可以穿574 所以这双鞋呢 它的价格又清明又百搭 所以一直以来是 New Balance 最受欢迎的一个型号 这一次透过Invincible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在鞋面上面的 这个拼接的材质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打造出了一种 不规则 但是又对称的感觉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细节 包括像在这个布 布料上面 都有一些 懒到污渍的感觉 还有中底是最明显的 都有一些 泛黄啊 刷臼的处理 那这个 它不是 不是因为我穿出去 它才变成这样的 是它原本的设计就是这样 它有做一个很性感的 这个刷臼的感觉 所以让我很惊艳的就是 因为574 我前面也说 它是一双非常亲密的球鞋 可是透过Invincible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它 展现出了这种 英美的质感 你看包括鞋底 这个不是彩章 是它原本就是做这样的处理 对 所以 有这样什么高质感的球鞋 可是 这双574 却依旧维持它原本应该的定价 大约就是在3000出头而已 真的是 非常佛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联名 常常就是会带来一个很高的贩售价格 那所以我觉得这双真的 很有质感 又很亲密 对 才刚介绍 跟Nearman联名的这双非常有质感的球鞋 没想到 Invincible它 在大动作的 跟 Adidas Crasaltium合作 那 这也就是 Adidas 最高的支线啦 那 最屌的事情是 他们这一次合作的鞋款是 之前台湾并没有贩售的 Futurecraft 4D 那为什么我说这一次的合作是大动作呢 因为这一次的4D啊 它全球只跟四家店铺做合作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美国的KIF 再来就是瑞典的SNS 还有一个就是英国的Footpatro 这些都是在当地非常知名的 茶流店铺或者是球鞋店铺 那在台湾就有这么一家 Invincible 它就是四家其中一家 而且大家就注意到了嘛 它是亚洲的唯一一家 其实我觉得 这可以说是一个 流行文化中的台湾之光吧 Futurecraft 4D 它其实就是真正的体现了 所谓的科技的结晶 那大家就是看到 这双鞋的重点就是这个 密密麻麻的这个中底 这个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人 可能会觉得有点害怕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3D列印技术 那什么是3D列印技术呢 我告诉你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就插插谷歌告诉你们 来 这双鞋的中底呢 是透过透氧光学数位光投射 和可透过编排程式设计的一体素质来制造的 好 这样子讲你们懂了吗 对我是不懂啦 如果这样讲我就懂的话 我今天就是做这双鞋的人 不是在这边跟你们聊这双鞋的人 但是不论怎么样 他就是很屌啦 因为连娱乐都觉得他很屌就对了啦 那这个 他们既然主打这个中底 大家其实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可以压压看 你们可以压压看 他是 其实他算是很轻易的就可以压下去 需要用一点力 然后他就会有些压下去的感觉 我压的话 他应该是会比BOOST再软一点 但是他又有 这个3D的这个韧性 支撑的韧性 对 至于穿起来跟BOOST的差别在哪 有机会的话 我再做一个评比给大家 那这次的设计的灵感就是 光 水 还有氧气 一些光合作用的自然现象为灵感 所以其实 大家会看到 在这个PRIME的斜面上面 他会有一个类似彩虹 有点类似像彩虹图案的编织 那他原本的底色是 他并不是纯白色 他是有点微微的偏绿 所以这个整体而言 整体来看的话 他看起来会有点像是在 进行一个大自然的运作的感觉 所以他这是这次 球鞋的设计灵感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个颜色上面 和他的中底 其实也非常的搭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当然 大家都在说嘛 你看像BOOST 然后当然像这么好的 3D列印技术的中底 他自然就是用 马牌轮胎比较耐磨 来去做保护 来去做一个外底的设计 那这双鞋呢 因为毕竟他采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设计 那当然 他的产量也不能够 虽然说他的产量 一直在逐渐的增加当中 但是比起一般球鞋的产量 他还是非常有限的 那说真的啦 其实很多精品 他出的球鞋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科技 但是一双鞋 就来到了好几万块 那么这一双的售价 一万五千八吧 接近一万六 说真的一乍听你会觉得 好像有点贵 但是你这样子比起来 我刚刚讲那些精品 他可能没有科技 他也要卖到两三万 这样相较之下 这个真的 我也觉得算是佛心吗 这一次Invenson 我们能够参与这样的联名 这样的设计 真的是 对全球来说 都是更加的认识 我们台湾的流行 那其实 包括像这一双 跟New Balance 合作的五七四 我当初在 我的粉丝团做介绍的时候 其实就有蛮多 香港人来询问的 因为毕竟香港是 非常喜欢New Balance 的 那我相信像这个 这么有话敌的血管 相信一定也能够吸引 很多全球爱邪人士的目光 那 这么好的机会 他就在台湾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 对 以上 就是今天的修建开箱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按赞分享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酷开箱 下次再见咯 拜拜